第902集 大打出手 我回去看看 月灵雪当机理断 长神而起 穿窗而出 因为他们夫妻两人都听出说话的人是谁 或许这个世上任何人都有可能骗他们 但是这个人却绝对没有必要欺骗自己夫妻二人 因为他根本不需要出权力 就可以轻松的避掉自己夫妻 在这种巨大实力差距面前 他还骗自己两人做什么 谁 给老夫站出来 兰木雪已经是心中一片打鼓 这个人一说话 月灵雪立即就走 是对此人信任 还是对自己徒儿过于关心呢 月灵雪回去得如此之早 不知道家族的计划成功了没有 会不会是 他试着用神念搜索说话之人 却骇然的发现 自己发出的神念如同泥牛入海 全无反应 我是谁你不必要知道 那人清冷地说着 声音似乎就在耳边 风雨柔 你也真有耐心啊 你面前这个老东西的子子孙孙 已经去祸害你的徒弟了 什么春药迷药嫁货 所有不入流的手段 一概全部出炉 此刻你的徒弟已经中招了 你居然还这么有兴致 跟他在一起坐着喝酒啊 风雨柔勃然变色 一转头 秀丽的双眸 顿水就变做两柄利剑 他看着蓝木雪 你们蓝家做的好事 蓝木雪情急道 前辈 千万莫要相信这小人的血口 我蓝木雪 怎么会做出这当事来 风雨柔冷冷地看着他 或许别人可以骗我了 可这位前辈却无论如何都不会骗我 蓝木雪一听到这位前辈四个字 顿时就脸色惨白 能让风月称之为前辈的人 那是什么人 什么人能让风月如此信任 蓝木雪是想破了脑袋 也想不出来 这世上居然会有这样一个人 风雨柔顾不上理他 杨生问道 前辈 敢问小徒倩倩可平安无事吗 有前辈看着 想必小徒也早就已经蒙受前辈的恩德 外面的紫鞋青冷冷说道 你以为我若是出手 还会来通知你们吗 就算你们的徒弟因此被人杀了 玷污了 也不过是给了你们一个教训 这是你们夫妻二人自己造成的恶果 与别人合干 你们夫妻自诩待人已成 但是你们看看 你们所结交的人都是些什么东西 风雨柔脸色一白 身子一晃 惨然道 倩倩 突然怒急转身 白影一起 劈劈啪啪的连续打了蓝木雪几个耳光 用力沉重 蓝木雪本来可以招架 但此刻他却完全没有抵挡 抵挡无用 自己本来就远远不是风雨柔对手 此刻如果再动手 可就真的让双方的仇恨无法化解 蓝家恐怕还没有来得及灭在九阶建筑手里 就已经被风月给灭掉了 几个巴掌打完 风雨柔戳直怒道 蓝木雪 真是想不到 你们蓝家居然会对我们夫妇用这等心机 如此的坑害我们 很好 很好蓝木雪 我算是认清楚了你们蓝家 告诉你 今天晚上 我的徒弟若是有什么闪失 你们蓝家从上到下 一只蚂蚁也休想活命 说完 风雨柔一停不停 心急火燎的飞升而出 一闪不见 这时远方那轰轰隆隆的战斗声音越来越大 这种声势 居然就像是数十万人一起厮杀一半 地面都颤动起来 蓝木雪抹着嘴角流出的鲜血 此刻已经来不及怨恨 也来不及感觉到羞耻 满心之中就只剩下了恐惧和疑惑 他根本想不到 如此重要 如此周密的事情 怎么会这么快就被人揭破了 若一直就这么下去 不仅一家要倒霉 其他几家要倒霉 自己家族还能够进一步 获得风月的友谊 可怎么突然间事情就急转直下发展到了这种地步 他急匆匆的飞升而出 心中就只有一个念头 但愿那帮小杂种下手不要那么快啊 否则的话 蓝家可就真的完了 他几乎就是用了拼命的力量往回飞奔 但是 他随后就发现一个恐惧的事实 自己已经用了最大的力量 连自己的潜力也都挖掘了出来 这种速度 甚至用不了几个呼吸 就能赶到地头 可是 他却骇人的发现 自己那看似风驰电掣的速度 居然只是在原地踏步 狂奔了这么久 才发现 自己就在窗子的上空 不断地手舞足蹈 做出狂奔的姿势 却是半寸都没有离开 这是怎么回事 蓝木雪的一生中 这样诡异离奇的事情 不要说想 连做梦都没梦到过 不由得一声惊叫 是谁 一道清冷的声音从面前传来 是我 蓝木雪抬头一看 只见一个一身白衣的女子 脸上罩着面纱 就那么悬浮在空中 静静地站在自己前方 一双清冷的毛子 看在自己脸上 别跑了 没用的 蓝木雪静下来 他知道 这个人既然来通知了风月 又阻止了自己 就绝不会放任自己离开 去阻止这件事 蓝甲 已经是任人鱼肉了 他心中已经接近绝望 你是谁 蓝木雪看着面前这个女人 沉沉地问了一句 我是谁 紫邪情突然猛地一巴掌拍在他脸上 你也配问我是谁 蓝木雪浑身都被控制 根本无法闪避 结结实实的一巴掌被打在脸上 顿时就眼前金形乱冒 啪的一声 吐出一颗牙齿 却悲壮地说道 让老夫死个明白吧 你到底是什么人 跟我蓝甲有什么仇 啪的一声 又是一耳光 你居然还想死个明白 啪又一耳光 就你们蓝甲 也配与我接仇 连续三级耳光 蓝木雪吐掉三颗牙齿 蓝木雪自从若冠之年出道江湖 到现在也有九千年了 从未承受过如此的羞辱 此刻几乎记得背过气去 却又毫无办法 只能眼睁睁地挺着挨揍 你放心 我不会杀你 我只需要留住你 紫邪青冷冷地说道 这么多年 痛苦的滋味 疼痛的滋味 都没馋过吧 来 今天姐姐帮你开开婚 突然往前一飘 一只手抓住蓝木雪的后颈 已经进入房间 砰的一声灌倒在地 噗的一声 蓝木雪的一颗脑袋 已经钻进了地板里头 随后 却又被紫邪青抓住脚味 倒提起来 狠狠地摔在墙上 一下又一下 直到出够了气 才咔嚓嚓地折断了蓝木雪四肢 又在他丹田上踢了一脚 这才湿湿然地扬长而去 蓝木雪 一位强大的至尊 就像一个毫无反抗之力的小孩子 被紫邪青如此地收拾一顿之后 晕厥在地上 竟然昏了过去 此刻他就算是清醒着 也已经无法做什么 手脚全断 三天重创 虽然不至于废掉修为 但是最起码一天一夜之间 那是休想运功的 等到一天一夜过去 那么无论什么事情 也都早已定居 就在风月与蓝木雪 一起喝酒的这段时间里 那道炉走了 乌倩倩的黑影 已经飘风一般 带着乌倩倩来到了平碎湖 口中发出了奇怪的声音 就在这时 轰的一声突然响起 平碎湖的防射大门 突然被人打碎 声音惊天动地 一个声音狂妄的大笑 叶家的杂碎 一个个给老子滚出来受死 房中叶家众人 一个个拨人大怒 暴怒地冲了出来 但冲出来一看 只见门前连道鬼影子都没有 搜索了半天 还是没有发现 不由地 一个个的喃喃怒骂着 转了回去 就在这一来一去的时间里 那道人影 已经夹着吴倩倩 流星一般进入了平碎湖 将吴倩倩放在 叶师峰的房间里头之后 就飞速的后退顿走 一个苍老的声音喝道 鼠杯 留下吧 轰的一个大长眼 从里面飞出来 确实叶家这次来人之中 仅次于叶帝的那位至尊出手 那道黑影 黑黑一笑 不必让我自客气 反手一掌 同样一个大手印飞出 两道进气一处 那道黑影 就流星一般借力飞退 消失在耿耿心悍之下 随即 叶家众人纷纷回来 那苍老的声音说道 师峰 你去看看你的房中 有人放下了什么 今夜这事情 有些古怪啊 叶师峰答应一声 急忙去看 烧请 他就传出了一声惊呼 吴仙子 随后就慌烂的跑出来 有些不妙啊 不知道是谁将风月至尊的弟子 吴仙子给劫了来 放在我的房间里了 这句话一出来 满庭众人突然一片的鸭球声 随即 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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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家伙 赶紧送回去 就在这时 一片恐怖的气势 凌人而来 一道声音怒吓道 卑鄙无耻的叶家 居然做出这种事情 快快把人给我削出来 蓝唱歌 叶师峰一惊 叫出了来人的名字 难道这是蓝家的毒计 目的就是挑拨我们叶家和风月尊者的关系吗 废话吗 当然是这样 大家都知道 这次争夺圣族长老 我们叶家与蓝家人是势均力敌 但我们叶家由于叶帝老祖宗在这 实力比起他们稍高一处 蓝家自然要想办法将我们搞掉 现在怎么办 叶师峰恍然问道 现在人人都知道 叶家乃是踏入了一个恶毒的陷阱之中 人是万万不能交出来的 一旦交出去 蓝家带着人去向风月尊者邀功 还不知道怎么说我们 我们是无辜这点没错 可到了那个时候 没有一个人相信我们 所以这人一定要从我们的叶家手上 交给风月尊者 解破蓝家阴谋 外面的声音已经越来越激烈 你们交不交人啊 交不交 不交我们闯进去 把人抢出来 随后一声大喝 轰然一声响 外面的围墙已经被推倒 随后蓝家的人 足足接近两百 几乎就是这次来到天机城的全部人马 清潮而出 就这么全部冲了进来 叶家人又怎肯示弱啊 卑鄙无耻的蓝家 竟然采用这般龌龊手段 今天要是让你们接谋得逞 这世上天理核准 叶家人一声呼喝 留下几个人保护吴倩倩 其他人就冲了出去 只听到贺马之声不绝于耳 双方已经拳脚交加 狠狠的恶战在一起 有不少高手已经打着打着 闲地面施展不开手脚 边打边腾冲而起 到了高空之上 两人一对狠狠的对轰 交战双方人人咬牙切齿 个个面目猙獰 大呼汗战 你死我活 这场战斗 双方都不像夜长梦多 所以在刚一开始 就达到了白热化地步 煞烂间 平翠湖这边就已经是天摇地动 强猛的进气 轰隆轰隆的不断的对轰 激起进气四散 平翠湖的湖水 呼啦啦的被激起来 冲到高空数百丈 然后又被生生的压下来 狠狠的砸在地上 四散冲出湖岸 地面上就是猛的一阵 整所惊涉 几乎地震一般往上一跳 又重重的落下 如此坚固的房子 就像是跳迪士高一般 火力十足 冻到西歪 双方不易接触 就已经有人受伤 大家都是一开始就红了眼睛的 第902集 到此结束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